喜烟自然,故飘风不中朝,昼雨不中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旷于人户,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得者同于德,诗者同于诗,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得者,得亦乐得之,同于诗者,诗亦乐得之,信不足焉,又不信焉。 上善若水,水善力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己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于善人,言善信,正善智,是善能,动善时,夫为不争,故无由。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如何使用豆包和吉梦来生成这样的具有亲和力的老者,朗读中国古代经典的动画视频。 首先我们来到豆包中,输入提示词,皮克斯风格中国古代白胡须老者的图片,比例16比9,使用图像生成,将刚刚这个提示词复制发送给他。 那么这是我生成得到的老者的图片,你可以从中选择你比较喜欢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到吉梦,我们进入吉梦,选择AI视频,点击视频生成。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直接使用吉梦的对口型来生成老者的朗读视频。 首先使用图片生视频,将老者的图片上转上去,就是这个。 这次我们以这个老者来作为例子示范一下。 这里面的关键词非常重要,我们看一下之前使用的关键词是什么。 吉梦生成的视频都带有提示词的,我们可以从之前生成的视频来参考一下。 之前的提示词是老者站立不动,不眨眼,微笑,轻轻呼吸。 为什么要让老者站立不动呢?如果老者动作幅度太大的话,等一下在对口型的时候,他有可能识别不到老者的口型。 如果生成的视频,人物贫乏眨眼的话,有可能会导致画面失控。 然后我们让老者的表情是微笑,给老者一个轻微的呼吸的动作就可以了,最好是加上轻轻呼吸。 如果你只使用微笑呼吸,有可能AI会将呼吸的动作特意强化和放大,在对口型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识别不了口型。 所以老者站立不动,不眨眼,微笑,轻轻呼吸,这样的提示词,可以提高我们在对口型时候,AI识别到口型的概率。 动效画板,运镜控制都不用管,运动速度就选择慢速,模式选择标准模式,标准模式适合于相对静态的视频生成,而流畅模式适用于运动视频的生成。 生成时长我们选择9秒长一点,视频比例是自动匹配,我们不能调整,生成次数滑快也不可以使用。 然后我们点击生成视频就可以了。 好,这边视频生成好了,我们下载下来看一下。 虽然我让它不要眨眼,结果AI还是对眼睛做了一些作为的发挥,我们就给它全面能用的用上,后面效果不太好的,我们在软件里面剪切掉。 好,那么接下来不是说视频生成下来,立刻就可以用来对口型了,而是需要先到眼睛软件里面进行一些处理,打开剪印,将它拖到主轨上。 好,我们首先看它从哪一帧,它的眼睛变得失控,在第6秒的时候,那我们在第6秒将作为的部分剪切掉。 那么最终我们能用的只是中间这一小段,还不到3秒,那怎么办呢,问题不大。 我们将这段视频变速,变到0.8秒,然后智能补针。 补针完成之后,我们将这段视频再复制一份,粘贴到第一段视频的后面,然后选中掉段视频,点击倒放。 然后将两段视频,ltg,做成一个复合片段,然后将这段复合片段复制一份,粘贴到第一段的后面。 然后再选中这两个片段,做成复合片段,将这个较长的复合片段再复制一份,大概复制三段,不要超过30秒。 因为急梦的视频最长只支持30秒,所以我们将超过30秒的部分删除。 虽然我们的视频是由几段片段拼凑而成的,但是它中间的过渡会非常的丝滑。 好,这样的视频已经满足对口型的要求,我们将这段30秒以内的视频导出,命名为经典,导出。 好,导出完成之后,我们来到急梦中。 现在我们将标签切换到D口型,上传刚刚导出的视频。 造成视频之后,系统会自动检测口型,如果能检测到,它就会显示视频。 检测不到,它会弹出没有检测到口型,而现在再进行角色检测。 好,视频成功显示,说明它检测到了口型。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道德经的原文复制上去。 这次我们使用第15章《古之善为试者》,将这段文本粘贴上去。 系统检测到说话时长超过了30秒,要求我们精简文字。 那么我们将文字简短一点,将熟人逐以禁止徐青,从这个地方后面都删去。 好,说话速度保持正常的一倍速。 需要注意的是,说话的角色我们选择沉稳老者,标签选择老人,然后选择沉稳老者。 好,我们可以先试听一下音频。 古之善为试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为不可识。 好,可以,然后我们点击生成视频,那么对口型的视频就在生成中了。 视频宣称好了,预览一下。 古之善为试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为不可识,顾强为之荣。 好,下来之后我们再来到简音中稍微剪辑一下,那么我们看最终的效果。 古之善为试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为不可识,顾强为之荣。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想学习更多的AI相关使用技巧请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